香港迪士尼樂園用109億確建 會新增兩個主題區 政府要注資58億 香港迪士尼樂園公布第一期 園區的新確建發展計劃 由2018年至2023年 分階段推出新增主題區 全新遊樂設施及表演項目 其中全球獨家的漫威主題區 會在現時明日世界主題區旁邊 預計在2018年和2023年落成 裡面會以萬威超級英雄為主題 包括重新塑造現時的巴斯光年 聲製力險遊樂設施 也有以萬威故事為設計概念的 全新遊樂設施 而在2023年 主題區內會有復仇者聯盟的基地出現 至於另一個新增的魔雪奇緣主題區 在現時小小世界旁邊 Are you ready? 主題區內會設有兩個魔雪奇緣遊樂設施 預計2020年落成 而現時園區內的城堡 亦會在現有結構上擴建 包括新建場地作表演 現時的探險世界主題區 亦會新設表演場地 政府指迪士尼樂園擴建後 設施總數會由現時大約110項增至130項 認為擴建有助本港旅遊業和經濟 這次決定去擴建迪士尼樂園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策略性的發展 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 和不同市場旅客來到香港 令到我們旅遊相關的行業能夠受惠 並且創造就業 迪士尼預計在樂園擴建和發展計劃的建築期內 可以創造了大概3500個職位 而樂園在完成了擴建和發展計劃之後 可以在樂園內額外提供600個等同存職的職位 整個擴建計劃 預算成本是109億 會按兩個股東股權份額注資 即是政府要注資58億 華特迪士尼公司就注資51億 政府58億的注資 要獲立法會財委會撥款 蘇錦良希望立法會議員支持撥款 不要拉布 政府將在下星期一 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介紹有關的擴建及發展計劃 並在稍後向財委會提交撥款申請 香港電台記者黃濱南報導 旅客和旅遊業界普遍歡迎 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 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會擴建 新增萬威和魔術期限主題區 遊客普遍表示歡迎 覺得挺期待的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來的 那個有一個公主的什麼城堡 我覺得因為我這是姑娘 她肯定會很感興趣的 香港旅行社協會 會當年委員胡小英 歡迎迪士尼樂園擴建 認為政府和樂園 對香港旅遊業前景 仍然有很大信心 任何樂園有新的景點 還有一個是世界都有名的 很多人熱愛兩個樂園的模式的話 一定會可以在樂園之中吸引多些旅客來香港 還有也可以多些旅客入迪士尼玩的 始終香港有自己的本土特色 只不過過往十年我們受到一個政策上的 國內客的政策上的高幅增長 在今年我們看到其實過夜旅客 在國際市場的旅客 我們有個微星出現了 這個調整期無可否認是會一個高速增長之後 然後整個業界都會當受這個調整期的影響 相信現在過了這個調整期之後 我們過夜旅客回升的話 相信對於無論旅遊業 酒店業 零售和景點都會有一個好處 樂園擴建政府要注資的58億 有待立法會財委會撥款 多名建制派議員表明支持 但有泛民議員就認為 如果未清楚財務安排下就表態歡迎 是盲目支持 認為需要先詳細了解相關文件 香港電台記者黃濱南報導